近日 东京奥运会奖牌掉皮一事引发热议 也让不少网友回忆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香玉 8月30号 中心设计者专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金香玉奖牌设计制作者之一张铁成 回忆奖牌设计中的巧思 张铁成表示 金香玉的设计出炉时 得到了国际奥组委的赞扬 但随即也提出了问题 运动员取得胜利后可能过于亢奋 或将奖牌抛向空中 甚至扔向观众旗 而玉是一种溢碎的材料 镶嵌着玉时的北京奥运会奖牌 被扔出去的后果必定是玉碎牌损 如何让奖牌防衰成了设计团队最大的问题 我们就征个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反复的实验 刚化玻璃 怎么它不化坏呢 其实就是有层防霸膜 我们想是不是能介绍它的原理呢 当时我们这个奖牌的玉環的后面做防霸膜 其实内防膜其实也不防摔 它可能性向打击没问题 它不防摔 这一摔以后它还会裂 把我平着摔 立着摔 想个很多办法 把我们的加大这种尺寸 把奖牌这个金属边加的很厚 都是不解决防摔的问题 在尝试各种高科技方法无果后 张铁成介绍 设计团队脑洞大胎的 想了一个简单的办法解决了防摔问题 就是咱们说的这种高压锅圈的原理 高压锅圈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硅胶圈上面 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在奖牌这个侧面 这薄薄的侧面 三毫米的后面 这个开了一个一毫米的一个欧形圈 一个凹槽是一样 在奖牌这个部分呢 金属部分也开了一个凹槽 这样把这个一个直径 就是这个粗度是一毫米的一个温圈箱那里头 完了就卡在奖牌上 这样就防止它就是往下摔的几个粒就完全卸掉了 平时摔呢 其实相当于就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个两毫米这个底部 加了一个两毫米的一个硅胶垫 就防止它精箱往下摔 张铁诚表示 为了找到最终防摔的方法 试验过程不但艰辛 同时损失惨重 是这么简单试摔 但是你比如说开槽啊 包膜片其实都是很难的 那个配合的底力 包括它的尺寸 这腰队非常严格的 并不是那么想象简单的连动 但是就这么摔啊 我们这个试验这个过程 已经摔毁了这种 这是轻率的奖牌 摔毁了300多块奖牌 之前拿白玉也摔过 轻玉也摔过 真摔不起了 得了咱就摔轻玉吧 就拿轻玉代替 就摔了这么多 重温当年设计制作奖牌的经历 张铁诚表示 能参与到这项工作 既有压力又激动高兴 设计团队也有很多故事 一直让他记忆犹新 当年我和王亮老师 能参与这个奖牌的设计 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 就是很难了 有时你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 就是你睡不好觉 有一次我记忆特别清楚 就是做好这个圈 都抛完光了 就是手一多的掉地了 哎呦掉地之后 信心给我拿脚垫了一下 哎呦坏了 当时我都不敢看 是不是摔碎了 因为一会儿你拿到组委去了 你就让人看 你给人摔碎了怎么办 都不敢看 大家都在那静了半天 谁也没等了半天 我过去捡起来一看 没事 不 capit估 avons Pir�子 nome 我说rz钱 词词 绿绿绿绿 我们不可能会 camps 也没等 地长 当然